我们家不是有两套房子吗 对啊 把另一套卖了吧 在那里也没什么用 我们就住一套就行了 卖了然后拿钱给我弟娶媳妇 把那套卖了拿钱给你递娶媳妇 什么有问题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家没有钱啊 娶不到媳妇啊 那不关我们的事啊 怎么不关我的事啊 那关你的事也不关我的事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怎么不关你事啊 那套房我要留着呢 留着干嘛呀 我要留给我以后儿子以后要用呢 那再赚就行了呀 再赚你赚得了吗 你卖了以后儿子用啥呀 没有了可以再赚嘛 我弟现在老大不小了也该结婚了 靠我爸妈的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了 靠他自己也一样 就把这一套卖了 然后我们再赚就可以了 你真是打算谈哦 打到我买的房子来了都 举不了媳妇那关我什么事啊 你是他姐夫怎么能不管他嘛 是他姐夫那就管该管嘛 那我还有弟还有哥呢 他们都自己管自己的 要我管我 要我管干什么 那长姐如父你不知道吗 长姐如父吗 如母也行啊 反正那你去管吧 那我爸妈没能力了 我这事我肯定要我管啦 那肯定不管我啊 不管你 我跟你结婚了就关你的事 那房子你卖了以后 我要给我儿子用啥呢 没有就没有啦 没有就没有 没有就一起住这套就行了呀 一起住他会长大还要结婚了 结婚了要给他做婚房啊 拿这套也行啊 要不然你再赚就行了 你不住啊 你出去出房子住吗 你这房子那么大 能一起住的呀 大一起住的了吧 到时候他结婚了 根本就一起住不了 那没有了你再赚 别拉我 这房子必须卖 不能卖啊 我不卖 反正我不卖啊 你不卖我自己挂 我自己挂往上 我自己卖 真是有能耐哦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离婚了 我告诉你 就算离婚 我也能分一套 夫妻共同财产啊 分一套你真的是会想 那一套早就是儿子的名字了 儿子名字 那这套给我呀 你跟儿子好了 你不卖也得卖我告诉你 你会不会想一下 你会不会想自己的小孩啊 我都想啊 他现在还小 然后我们再赚 等到大了也赚到了嘛 你这个人只顾着你弟啊 什么都是你弟 你弟福地磨上磨了 你啊 我谁我都要顾 福地磨上磨了你 都是一家人 谁都要顾 你顾你自己儿子吗 你这个样子 怎么不顾了啊 再赚就可以了嘛 再赚就可以了 你赚钱好厉害 你赚来给我花吧 你去买吧 你去赚来买吧 我要能赚到我还会卖房子吗 我现在是在跟你好好商量 你看你 你赚不到那你还 还干嘛叫我再赚啊 我也赚不到啊 那你努力就行啊 那你也努力啊 赚不到等儿子长大了 他自己赚啊 你看还指望儿子长大自己赚 有谁父母像你这样子的啊 真是当父母当了一点都不称词啊 你卖不卖 我不卖 你要想给他拿钱 你自己去赚自己拿给他 我都不说 我赚不到 你怎么就赚不到嘛 你怎么就那么废物嘛 废物啊 废物 钱都赚不到咩 真的是废物啊 你别这样子说我 怎么拿来说你了嘛 你给不给就 你不给就不给 还说我是废物 这个家没有我早就散了 本来就是废物嘛 只想着你弟啊 不想儿子 以后房子 他的婚房 以后让他住啥 只想让你弟住 只想着卖了拿钱给你弟 就是废物嘛 没有房子 就租房子 住 为什么一定要有房子呢 现在我弟最重要 你弟最重要 你弟最重要 你就是废物啦 我姓